我在保险行业有24年的经验 接触了大量的客户 一般上客户对保险主要有三个误区 这主要是由于华人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只为孩子买保险而不考虑家庭经济支柱的做法 确实欠托 万一不幸降临 家庭经济支柱过早离去或丧失劳动能力 将会导致家庭经济崩溃 保险的首要目标是在家庭经济支柱不幸过世后 为家中余下的成员继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保险的原则应该是先大人后小孩 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缺乏足够的了解 导致未能购买到合适的保险和适当的保额 准客户可以将自身及家庭财务状况等高知财务顾问 由财务顾问来帮助准客户规划及购买 通过对投保人进行需求分析与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后 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有需求和承受能力的客户 有针对性的购买保险 才能让自己和家人获得充足的保障 其实保险对于中低收入者更加重要 因为他们面临相同的风险概率 而且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往往比较弱 疾病和意外伤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绝不会等到我们变得非常富有时 他才降临 市场上有其他保费较低的保险 可以根据自我的需求和条件进行选择 保险可能是人们最不喜欢的金融话题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保障家庭未来的重要考虑物素 要了解有关保险计划的更多信息 今天就请与您的大东方财务顾问联系